如果我不嫁富二代的话 我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我的容貌 我的身材都会 还有我的社交的礼仪 还有我美好的品德 美好的性格 还有我的就甚至是灵魂 都会被毁了 是这样的我觉得 这位立志要嫁富二代的女生叫周兰君 她是一位在读的大二学生 为了找到自己心目中的完美婚姻 她来到相亲节目还大言不惭的说道 自己必须嫁五千万资产的城市富二代 就算是富一代 或者城乡结合部的富二代都不行 必须是城市的富二代 如今八年过去了 周兰君早已大学毕业 她嫁到她心目中的富二代了吗 她现在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本期视频就带你了解 拜金女周兰君的故事 周兰君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 父亲是国企员工 母亲是大学宿管阿姨 周兰君是家中唯一的女儿 在还没有上大学时 周兰君就规划好了自己的未来 毕业后早日嫁给富二代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她不惜放弃985 211等重点大学 来浙江读书 她还在世纪家园等相亲网站上 注册了会员 面对学校中的追求者 她没有丝毫有欲的就拒绝了 她一直目标明确 那时相亲节目风头正盛 还会根据嘉宾要求 寻找合适的人选 这让周兰君很心动 于是他报名参加了 《相亲才会赢》这档相亲综艺节目 希望以此实现自己嫁富二代的梦想 在刚见到节目的工作人员时 他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他要嫁一个5000万资产的富二代 因为有个世纪家园的红娘 给他进行过测评 他可以嫁个2000万资产的 不过他的要求比较高 他希望自己嫁个5000万资产的 不然他的容貌 身材 社交礼仪 美好的品德 以及美好的性格 都会浪费 甚至是灵魂都会被毁掉 主持人听到这 感到很不可思议 但还是问道 为什么非要求5000万资产的富二代呢 富一代或者潜力股不行吗 周兰君则说道 富一代的事情太多 他也不想找潜力股 对于周兰君的这番言论 主持人表示很是震惊 也担心节目播出后 给周兰君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没想到周兰君自信的表示 他们的涯论能让我嫁到富二代 或者给我带来什么吗 为了参加这次相亲 他还特地上了礼仪课提升气质 还透露了自己的人生规划 27岁拿硕士文凭 30岁拿到博士文凭 30岁还没有合适的对象 就不再考虑婚姻了 在了解了周兰君的全部需求后 节目组也开始为他积极寻找合适的男嘉宾 第一位男嘉宾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富二代 名叫皮皮鲁 曾在国外留学10年 如今还开了一家自己的公司 身价也远远超过了5000万 周兰君得知后很是满意 便向节目组表示 想尽快见面做进一步的交流 见面这天 周兰君特意穿了新衣服 化了淡妆 在赶到饭店时 男嘉宾还没到 周兰君便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经过礼仪训练课的周兰君 吃相十分不雅 在经过主持人的提醒之后 他才乖乖坐下等待男嘉宾 皮皮鲁到达后 周兰君也没有表现出胆怯 自信大方地跟他交谈着 但交谈的内容却让皮皮鲁感到很无奈 周兰君说着自己未来的规划 自己会从三个方面实现自己的价值 一是学历 二是婚姻 三是事业 皮皮鲁问道 你目前实现了哪些呢 光有想法可不行啊 周兰君只能尴尬地说道 目前还没有 节目组也前来打圆场 后面的聊天也不是很愉快 皮皮鲁认为 周兰君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 缺乏社会经验 提出的要求也很是苛刻 他无法认同这种价值观 第一次相亲就这样结束了 节目组问周兰君是否可惜 周兰君则自信地表示 皮皮鲁除了能给自己一些钱之外 两人的价值观并不相同 自己可以找到更好的 节目组很快就为周兰君寻找了第二个相亲对象 可是初次见面 两人就在婚姻和家庭的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周兰君说 男方的父母一定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要开明 还要有求真务实的精神 最重要的是 对待儿媳真诚 必须符合这样的标准 他才能叫他们为爸妈 男嘉宾感到很奇怪 刚开始接触 你怎么能知道对方的人品以及能力 周兰君则自信地表示 我就是有这个能力 感到无奈的富二代则说道 豪门儿媳也不是这么好当的 他们都得上德厅堂下德厨房 还具备各种才艺 周兰君也不甘示弱地回复道 我现在虽然没有才艺 但我婚后可以学习 男嘉宾听到这些话只觉得可笑 为什么你不学完这些才艺再来相亲呢 最终结局也是不欢而散 节目组看到两次相亲失败 便问周兰君能否降低自己的标准 周兰君解释说 提出的这些要求都是经过一定的考量 是不可能降低的 这两个男嘉宾都不符合自己的要求 周兰君还是没有放弃 他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找到 能看到自己闪光点的富二代 节目组又为他找到一位超级潜力骨 25岁就已经是浙江 好几家大型俱乐部的老板 周兰君知道男嘉宾不是富二代之后 就表示对男嘉宾不感兴趣 但出于礼貌 他还是来到了相亲现场 两人一开始聊天 就对大学问题产生了分歧 男嘉宾是中国计量大学毕业的 周兰君直接说明这个大学不太行 他当年的高考成绩 是福建前一千名左右的 这个成绩是可以报考985 211等大学的 而他也希望自己将来的儿子 能够去美国的西点军校 女儿去哥伦比亚大学上学 当谈起未来的规划时 男嘉宾表示自己会好好赚钱养家 而周兰君则说 他打算先考上研究生 再往明星方面发展 说着还拿出自己的手机 翻出了明星的素颜照 并表示自己跟明星也不差多少 要是不当明星 简直是埋没了自己的美貌 他很不甘心 这位潜力男也被周兰君 独特的逻辑和自信给击败了 对此周兰君也表示 男嘉宾的思维还停留在养家上边 而他则想的是修身治国平天下 节目播出后 周兰君瞬间就成为了网络红人 网上充满着对他的嘲讽和谩骂 大家都说他不切实际 过于追求物质 是一个妥妥的败金女 也许是看到网友们的评论 周兰君也进行了反思 还特地联系上了节目组 称自己已经认识到了错误 并在节目上做了一次真诚的道歉 大家也都表示了理解 但直到今天 还有许多人拿着这些视频来嘲笑周兰君 周兰君也为自己的懵懂无知和自我付出了代价 如今八年过去了 周兰君生活的如何了呢 曾经那个懵懂无知的女大学生已经变成了美女企业家 她没有嫁给富二代 而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朝着富一代前进 29岁的她已经创办了属于自己的网络公司 随着年龄的增长 周兰君的见识也在不断提升 她也意识到自己当初说的话是多么的无知 现在的她学习各种技能 开阔自己的眼界 还时常跟朋友们一起聚餐旅游 她从外貌穿着以及思想上都有了全新的变化 大家看到现在的她都不敢相信 她就是八年前在相亲节目上 那个口出狂言的女大学生 面对网络上的各种嘲讽 她在网络上更新了一条信息 本人已经非常懊悔和羞愧了 能否不再提起往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懵懂无知的时候都会说错话 做错事 只要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对此做出悔改 也没必要一直揪着不放